欢迎回到中国大探索 来到了上海不仅常美时听这些传奇故事 其实这几年以来上海已经成为文创产业中心 早期发展的田子方 现在甚至成为了上海的新兴地标 除了白天相当美丽之外 上海的夜生活更是多彩多姿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搭船游黄浦江 借由各类型的夜店来带您体验不一样的上海魅力 其实来上海旅游 你不要忽视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就是这里的文创产业 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是莫甘山文化创业园区 在这边原本这一整片 都是过去的一个老房子厂或是旧工厂 但是这几年摇身一变 全部都变成艺术中心艺廊跟画廊 很难想象光是2010年上海文创产业 就有一千亿人民币的产值 文创园区内的艺术品超乎你的想象 其实在莫甘山这边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呈现模式 像我背后这一家呢 它就是全部都是以废五金为创作的原料 相当特别 废铁可以变身机器人 或者用色大胆风格前卫的水彩画 又或者生动写真的人物造 在这里全都能展现 占地七千多坪的莫甘山文创区 在1999年以前还只是个纺织工厂 甚至至今都还保有过去的老烟囱 随着上海都市规划 这些老厂房旧仓库成了创意产业中心 如今进驻上百位艺术家开设工作室 很类似台湾的华山艺文中心 其实像莫甘山这边附近的艺术家 通常都是中国本土的年轻艺术家 大概超过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本土的 那么这里也不只是提供一个展览的场域 而是这些画作或是这些艺术品 都能够提供收藏 像我背后这幅画 现在就喊价到六万块钱人民币 在莫甘山每一间商店都是美术馆 只是看展览的同时 还能把喜欢的作品买回家 拉近我们和艺术的距离 这里的作品从七八百块台币 到上万元都有 几好艺术的人可以逛上一整天 耐心寻报 幸运的话还会巧遇艺术家本人 跟你聊聊创作理念哦 拍到一个镜头 但是都是很幸福的 当下就知道你拍到一个 就是那一张的那个照片 对 其实因为一辈子里面碰到的 特别好的照片也很不容易 真的真的 这张也很赞 那这张也没有谁 这小狗狗还在下面看他 每一张完美的构图 都是老板花了好几年时间 走遍大江南北拍摄而成 喝着百事可乐的西藏喇嘛 上海怀旧的石库门 江南唯美的小桥流水 每一张照片都充满张力 吸引我目不转睛 在砖墙气器的方形建筑下 墨干山没有吵杂的人生鼎沸 处处是艺术 只要走在这里 就能被浓浓的文化气息包围 如今像这样的文创产业园区 上海有多达75座 不过最有人气的 还是要属于泰康路上的田子坊 不同于墨干山的艺术气息 田子坊发展十多年 商业气息明显 代言人窦浩先生大大的头 穿着西装打领带 正代表田子坊商业融合艺术的特色 另外保留上海最传统的石库门建筑 成了上海必游景点之一 现在田子坊 你可以看到很多像这样子 石库门弄堂感觉的设计 其实在上海最难得见 就是这种弄堂感觉 就像是北京的胡同 这个在过去 就让邻里间的感情非常融洽 因为你家跟我家 其实非常近了 抬头看到的晒衣杆 就像一面万国晒衣旗 底下开的可能是最潮的小店 这种冲突跳动的美感很吸引人 这里的店家 其实我觉得有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小而巧而美 每家店都小小的 然后里面东西很精致很可爱 有很多都是艺术家自己的创作 或者是那种小东西 所以这种design就是有加了它的创意在里面 价钱通常没有那么便宜 在这里逛街很有寻宝的快乐 有没有看到这个布 我就非常的卡哇伊 非常可爱 我看了就觉得好喜欢拥有 田子坊窄窄的巷弄 充满老味道 反倒成了拍照取景的好地方 有没有觉得田子坊像底片杀手一样 因为这边的景色呢 每一个角落都不一样 然后可能就这样坐在一个角落 整个有没有view有没有就出来了 特殊氛围吸引非常多外国观光客 走在这里就像置身在国外 我没骗你吧 我们是不是来法国喝咖啡了 坐在户外咖啡座 来上一杯特条咖啡 真的太有小资风情了 那一般拿铁它会加很多 就直接加牛奶在里面 可是它这个完全不是加牛奶 是把那个奶泡打得细细细细的 然后光看外表就非常的赏心悦目 你看有三层颜色好漂亮 会像这种这么舒服的环境 太享受了 悠闲的午后 适合来趟上海艺术文化之旅 不过逛完园区可别急着休息 因为上海的夜生活更有看头 池里洋场的繁华景象 在黄浦江畔能窥之一二 来到上海的碧游行程之一 就是夜游黄浦江河 我们可以坐在这个渡轮上面 一边是可以看到浦西的整个万国建筑区 一边可以看到浦东新区 一次游览两边的风光 黄浦江两岸的建筑完全不同 浦东新兴的商业大厦 每一栋建筑造型特殊 相较于浦西这一片百年历史建筑 展现出的是上海的特殊魅力 另外不能错过的还有 上海的夜晚真的好热闹 如果来到上海 没有来体验一下它的夜生活 那真的有点太可惜了 因为在这边的夜店 各有不同的风格 不过绝对让你充满惊喜 准备好了吗 各种面貌 万种风情的上海 就等您自己来领略